提到贾瓦亮必然会联想到李小璐 曾经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不过在17年底的耶稣门风波后 两人就几乎再也没有同框过 而李小璐和贾瓦亮的婚姻也成了一个谜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女儿甜心的疼爱 如今贾瓦亮的事业似乎蒸蒸日上 不但从奶由小生慢慢转变为影汉类型 连启智上都沉稳了很多 而李小璐在风波后除了做工艺有限生外 其他时间都是在家掌顾小甜心 说到李小璐的转变最大 大概这一年来在家里小璐也修身养性 除了书法还经常晒出画作 不止如此曾经在综艺真人秀中李小璐表现的像个小公主 连行迷失都不知道逃即便 但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 她仿佛也定下性子慢慢往前妻良母的方向发展 25号的时候李小璐晒出了一段自己在家做饭给甜心吃的视频 从去市场采购到下厨都是自己亲力亲为 看得出如今的李小璐很享受这种居家的过程 视频中李小璐说到自己经常去一个市场 看来她并不是偶尔去的那种买了一斤半的虾后 还买了很多条味料和其他食物 视频中李小璐说要给甜心做和风牛肉饭 回到家里后李小璐马不停提地开始剥虾壳去虾线 从剥虾壳去虾线的熟练动作 这个细节就能看出李小璐并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做好了色香味剧全饭菜的李小璐还获得甜心满满的赞赏 表示妈妈争棒可以做到除了做的比阿姨做的还好吃 很多网友都质疑李小璐是否为了要付出而鼓意营造好妈妈的人设 但是这个细节就能看出平时李小璐也做过 而且不止一次 所以说从这个细节也能透露出李小璐从当初那个上节目都不知道 洗米水要淘几遍的小公主成为现在的好妈妈 她是真的改变了很多 当时贾买亮与李小璐在一起的时候 很多网友都觉得李小璐过于娇气公主并太甚 在贾买亮的宠溺下比甜心还要娇气的感觉 但是经过这些日子在家得着福 相信李小璐也明白很多时候生活不能只是好 看不实人间烟火 而是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这样一家人才能长久的幸福下去 感谢观看